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这个手工的牛肉是从老祖宗藏下来的 整条牛来了 我们整条牛是不肯用的 我们取那个大肉 大腿包 这些肉来打干出场的牛是热的 你就要晾开 我们来的时候不要先把这些肥牛割掉 还有那些筋都去掉 才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纯 就把这些油 筋去掉 马上就可以下边打了 大开那些小弟是熟悉的 就是25分钟就够了 好像在锻炼身体一样 不要力气大 只有姿势好 你鞋味打了就很轻松 那个姜要打到那个胡子一样才能来配这个配料 一般都是像这个淀粉 还有味精 下了才来捏 我们还是手工捏的 400斤牛肉进来 但是不一定400斤就全部可以做 因为其中那些油 还有那些筋 大概是200多斤可以打吧 能搓出多少个王子 我们一斤大概捏16个爪肉 就是那个机器就把里面的圈圍切断了 但是我们手工的就不会 那个签锥保存下来 吃起来就比较爽口 烫鸭 是 以前我是在市场买东西的 我老公大概是20岁左右就在打牛 你知道我吗 他在市场买话的时候就认识我了 我们在市场做了大概有10年左右吧 最初出来做的时候 这个牛肉的市场很小 现在满街都是牛肉丸 外地也好 本地也好 有的人就说 我来贴你的牌子 要做你的王 我说不要 不是我每天要想多少就多少 本来我是手工的 我做的明明很好的 但是人家来拿我的牌子 装他们的牛肉丸 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不要 反正我是小打小闹的 自己感觉挨这样还可以吧 哈哈哈 自己感觉挨这样还可以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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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